8月15日,广东、福建、广西、海南等全港各大同乡社团联合举行反暴力旧香港记者会 发布共同声明,其声谴责8月13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暴力事件 并呼吁各界共同守护香港的法治,共同抵制违法暴力行为 与会代表强烈谴责此前机场发生的暴力行为 包括恶意阻挠港人和海外旅客登机 以及非法禁锢殴打内地旅客及环球网记者傅国豪 各社团代表一致认为,目前非法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和程度不断升级 严重破坏了香港的法治环境,而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是香港作为繁荣稳定的国际金融中心及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的重要基石 每一位香港人都有责任守护香港的法治 当天各大同乡社团联合签署了一份反暴力旧香港共同声明 并由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蔡建四宣读 声明中称,机场的暴力行为已经超越了现代文明的底线 呼吁香港各界共同抵制违法暴力行为 毫无疑问,极端暴力分子的罪、恶行已经超越现代文明的底线 甚至呈现恐怖主义的苗头 严重损害法治及香港的总体利益 影响了香港的国际形象 同时也极大挫伤了内地同胞对香港的感情 对极端暴力分子肆意捣乱社会秩序 袭击警方与内地同胞 妨碍机场正常运行的罪行 我们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要求警方严正执法 尽快做出检控 把暴徒绳之于法 我们向我们所有的乡亲呼吁 立即行动起来 与香港各界人士一同抵制违法暴力行为 与会的代表认为 相关的暴力行为令人心寒 因此呼吁香港广大市民 全力支持香港警察捉拿暴力冲击的主视者 以恢复社会秩序 让香港重回正轨 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竟正经历一场关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 此时此刻 我们更加需要坚定信心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 及香港警察 止暴自乱 恢复秩序 让香港重返正魁 当天活动现场 来自全港的15个爱国爱港同乡社团 共数百位代表出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